今天是新民主同盟正式回应过往一个星期政府说的大湾区规划 其实是香港被规划 待会我们各位成员包括法国议员、吕文江议员、明澤议员都可能会分享一下 新民主同盟对于过往所有融合的计划、大型基建都是持有一个怀疑、保留的态度 原因是我们很担心香港是失去自己独特的国际城市、国际都会的优势 这几天网上也有些研判会否已经判了香港死刑、2035是否香港的大限 我们对于这些评论也是有部分表示同意和会担心香港失去了两制的优势 而今次林郑月娥用一个比喻就是苏州过后没有船舶 我们就反过来跟他说其实香港是避上拆船 这艘拆船可以表示我们的担忧、忧虑和未来香港面对的困境可能比现在更差 香港过往是跟纽约、伦敦等等的城市所比美的 但现在竟然只是大湾区四个城市之一 我们认为这种融合计划、大湾区计划 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倒退 是一个自贬身价的一些规划 林郑月娥是带头出卖香港人 这个被规划可以看到香港是无从参与 请林郑月娥不要再说香港有份参与了 只是她个人有参与而已 不等同于香港有参与 香港在这个大湾区规划里面是没有咨询 没有任何的收集意见的 那和过往一些跨境的基建一样 港珠澳大桥、高铁一样 都是没有任何的公民的咨询就已经急急上马 我们看到过往一些所谓对香港有利的项目 例如港珠澳大桥、高铁 都最终变成了香港人的恶梦 持续不断的自由行来到香港 这几个月大家迫爆 大家都感受到了 我们特别是强调在医疗方面 我相信范议员也会多说一些 以及说财政盈余 或者储备的流通问题 好了 我们近日也是就着单程证 对于医院的一些压力和影响 举行过游行、联署 那么这个大湾区规划里面的一些内容 和香港人所见到的医疗问题 对应是刚刚相反 香港人就是很想增加多一些医院 增加多一些医生等等 但是反过来的规划干扰 竟然是鼓励香港医生想北上执业 我觉得这个真是万万不可 香港的医生真的一个都不能少 很明显 林郑月娥是出卖了香港人的利益 至于另一个担忧 就是所谓的跨境中转医院 这件事情 看过地理都知道是重灾区 或者很大机会是北区 但是我们要看看这里 林郑月娥也举起了 就是这个 可以看到 北区医院 已经长期有很多的专科 佳证等等 都是排以年计 所以怎么可能成为跨境转诊医院呢? 虽然食慧局澄清说这些转诊只是香港人 但是既然他的目标是非急症的病人 其实一般香港人 就算可以在大陆居住 都可以回到香港 他就近 或者他心目中的医院去就医 是不需要設立一个跨境 一个转运医院 这个跨境的转运医院 真是多次一举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今天转运香港人 明天就转运大陆人 这个会对于香港的医疗 带成沉重的负荷 这些的担心我们真的 不是无的放弃 过往很多政府 出卖香港人的劣迹斑斑 所以我们真的要先讲出问题 政府千万不要转运大陆的病人 最后就是关于独立关税区 香港受惠于美国比的 美国关系法 就有独立的关税区 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中心 自由港和转口 是很重要的位置和地位 但是大家都有眼看 美国一样会有眼看 如果把香港融入大湾区规划 我们看到 很大机会 就是两制的优势 是会逐步地消去 那我们担心 最差的情况就是 独立关税区 会消失 这件事 商界真的要当心 就是 看到政府 向大陆叩头的时候 商界都应该要出声 好 那我趕着这么多声 交给范国伟議員 我讲两点而已 那就重要的 香港过去賴以成功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相对的制度优势 还有国际定位 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 其实在国际上 这个不是小的人口规模 其实香港未来的发展 是不需要 融入大湾区 九加二七千万人口 作为一个 有庞大机遇的一个 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反而 正正融化了香港 什么叫融化了香港呢 就是会令到香港 过去一直賴以成功的 相对制度优势 是被消灭 香港为中国大陆 又或者很多外国人 说为大陆贡献 其实就是正正香港 是因为有 一国两制之下 能够保存的 相对制度优势 是吧 是吧 十几年前 中国大陆 北京政府已经说 上海要追上香港 但是没有香港的 相对制度优势 例如是 新闻言论 资讯流通的自由 法治的体系 我们很重视 合约精神的市场 经济的一个 运作模式 所以今时今日 上海都追不上香港 但是 现在这个 大湾区 规划發展 就是正正 反而要将 香港的相对制度 优势破坏 另外一点 我更加重视的 就是很担心 香港 就是因为 在今次大湾区 规划 纲要里面 日后 是失去了自主性 不要说 龙不龙头 而是说 我们的特区政府 我们的未来 发展方向 就要接受 这个大湾区 建设 领导小组 的指导之下 日后 连我们的库房 我们过万亿的 财政储备 如何去花钱 都是受到影响 大家知道 一个地方 一个社会 我们就要看 人财 看我们的资金 看我们的土地 是不是 一国两制 因为这个 各地两检 我们的边界 被模糊 大量的跨境 大白象基建工程 已经要受到影响了 今次又说完 人财互换 我最担心 就是日后 连我们香港的财政储备 都会被拿去 因为要配合大湾区的发展 而不是以香港人的利益 为优先 去考虑 就会化整为零 拿去给大陆那些 投行 私路基金 去作为投资 这种投资模式 香港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规管 因为怎样投资 投资回报 投资在哪些地方 这些是完全是没有受规管的 那这个的情况 只是会令到我们香港的库房 被涂空 作出一些长远的规划 我们的基建的项目 我们的不同的 例如是教育 医疗 这些福利的规划 都不能够以香港人的利益 作为最优先的考虑 这个是非常非常影响心愿 好 是不是刚刚来到 你们说完 我刚刚说了 好 两个而已 好 好 坐在中间 我不用说 你不用用 好 还有 差不多 其实我 就 收到邀请 我就想做一点点补充 因为呢 有 出了 关于大湾区的 所谓 干要之后呢 其实呢 有 起码三点呢 是 比较关键 但是 传媒可能 失落的 第一点呢 就是 其实 大家如果在干要里面呢 你会发现呢 可以找到有很多次重复呢 说 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是要带大湾区走出去 直接用这三个字的 但是大家看到呢 当干要重点是要求香港应该带大湾区走出去 要保持香港的高度国际化优势 换言之 就是 不要 将香港矮化成为 只是大湾区一个城市 必须要保持这个国际优势 而带大湾区走出去 这个重点是强调多过一次的 在干要里面 但是你看到呢 香港的 各级班员呢 反而呢 在不同的场合 包括在施政报告呢 都是强调 怎样让香港人走进去 大湾区 去 所谓 享受那些好处 更加用苏州过后 武艇搭呢 这种形容词呢 去说呢 香港人要走进去大湾区 去拿好处呢 这个是完全 违背了整个干要 就着香港的 重要角色呢 一种扭曲来的 所以 我觉得 必须要补充呢 就是 千万不要 将香港矮化成为 一个大湾区的城市呢 扭曲了这个意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有个 挺不幸的 刚要里面的 纳论 就是大家会看到呢 刚要里面呢 原本就强调说 大家就要合作分工 那里面呢 甚至乎呢 就说 由上而下呢 就定了你应该是做些什么产业 那就大家呢 就做好那个分工 但是呢 我举一个实例 实际上呢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那么呢 在机场为例呢 那我就在他 江要里面呢 直接是 发现呢 他的内文是 将香港呢 又支持 轻建三跑 但是同时又支持呢 另外的 是四个机场呢 是包括澳门啊 深圳啊 和广州机场呢 都去做抗建的 那这种呢 暗渡陈仓呢 叫你自己打自己 去互相高度竞争 那么根据2015年呢 人人监机 人人监机会 的一个文件分析呢 就已经说了呢 是一个这么短距离呢 的五个国际机场呢 互相都做大规模的抗建呢 最后只会造成恶性竞争的 那么现在呢 看这个江要呢 就似乎是鼓励恶性竞争 并非真正呢 合作和互补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实例的 而最后一点呢 就是金融方面 大家如果看金融方面呢 就是将所有的融资 重担交给香港做 而且呢 还要是为人民币服务 到时呢 香港因为继续联系汇率呢 人民币的海量呢 是远超香港整体的 处备的 所以呢 如果万一有人民币炒家 透过大湾区去 利用香港的投资平台呢 是可以将香港的港币的稳定性呢 是突然间造成大幅波动呢 到时会不会守得住联系汇率呢 将会是香港政府的一个重大挑战 那么这三方面呢 我想做一个补充的 好 那 答问时间 可以答问时间 可以答问时间 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叶教授会都不太明白呢 最后我们所说 就是 为什么人民币的大量 就是做了 大量流入香港之后 有机会令到香港的联系会 都会有点变动 或者 就是当中的那个逻辑是怎么推 是 最简单去理解就是 当人民币来到香港 如果去兑换港元呢 其实我们的港元就需要突然间大量增加 去兑换 就是说我们又需要突然间大量增加的美元 因为金管局需要有美元才可以发行港元 如果我们突然间扯走 譬如以一兆这样的金额 30秒钟之内扯走 离开香港 那香港就会突然间 就是 那些港元就变回人民币 然后就离开了香港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就有点像 就是 97 那时候的 就是索洛斯的做法 他只要呢 在股票市场做一些抛兇的工作 然后 在另一边呢 就做一些货币的风险 的一些信号 那市场人士呢 就会 在 两个市场那里呢 就会出现一些抛售的风险 所以他就可以在较早前呢 在股票市场的抛空 投资上去呢 就可以获据利 而香港联系汇率 究竟能否守得住呢 就视乎我们金管局 有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嘛 对不对 那这个外汇储备呢 香港现在就好像说到 有四千亿 三千多亿 这样就好像很多 但是 当你如果看看 江耀里面所说呢 将整个大湾区 所有的融资责任交给香港 那你就会看到 香港到时要承担 一个 九加二的大湾区 的所有融资呢 那其实到时 那个人民币的金额呢 可以是 远超 现在我们三千多亿储备的 那所以到时 只要以一个 万亿的单位计 的人民币呢 就已经可以 轻风作浪呢 香港随时会被淹没的 好 好 有没有其他 那我做个简单总结呢 就这样记者会就完啦 今天呢 记者会呢 我们新闻主同盟 是很强调 今次这个大湾区规划呢 是被规划 香港的角色呢 是被矮化 由从前呢 和伦敦 纽约啊 比美 现在只是淪为一个大湾区 其中一个城市 我们认为 今次林郑月娥呢 是出卖香港人 那 将香港呢 的地位呢 是矮化 我们也都担心呢 就是在医疗方面 各个的 的 的 融合的 想法啊 规划的干液里面呢 是对香港人是不利 我们再次强调 香港的医生是一个都不能少 不应该鼓励呢 就是香港的医生呢 不想 是执业的 而里面 刚要提到的一些社工啊 教师的未来的资格互换呢 也都会影响 香港各个范畴的专业性 是万万不可 所以我们是 整体而言是不同意 这个大湾区规划的干液 因为大湾区的规划 大部分都是 并非为香港人而设 反而我们经常提过的 就是 单程症家庭团聚在大湾区呢 就是隻字不提 所以我想这个 可以看到 这个规划的干液 并非为香港人而设 只是大陆 这个 被拆船 要香港人上 我想这件事 是对香港人不公道的 所以我们会继续密切去监察 究竟 日后政府会怎么样 去出卖香港人 卖香港人猪仔 我们会努力去守住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记者 好